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报告称 三家中国上市公司使用宾威动物部件作为原料 埃塞克斯卡车案中的39名遇害者 是如何被确认身份的 当这39具尸体被命名后 我哭了 美国官员表示 建议以色列推迟对加沙地带的入侵 马尔代夫的新领导人希望印度军队撤离 请大家收看 报告称 三家中国上市公司使用宾威动物部件作为原料 路透社 根据环境调查机构的一份报告 三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制药公司被发现在其产品中使用了宾威动物的部分 其中包括汇丰银行和瑞银集团等银行作为投资者 该组织敦促这些公司的投资者撤资 这三家公司是该非政府组织称有至少88种传统中药产品中使用了宾威报 和穿山甲的身体部位的72家公司之一 该非政府组织表示 有62家金融机构投资了其中一家或多家这三家公司 埃塞克斯卡车案中的39名遇害者是如何被确认身份呢 雅虎 2019年10月 39名越南人在英国埃塞克斯郡的一辆卡车后面的密封集装箱中被发现死亡 埃塞克斯警方伤亡人员管理局经理迪德拉 诺维尔在接受BBC采访时透露 通过文身、指纹和隐藏的电话号码来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 警方最初认为受害者是中国人 直到一名越南翻译提醒他们 有关可能是越南人的受害者的信息 首次使用了重大事件公共门户网站MIPP来收集公众信息 该系统是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开发的 强调了迅速收集公众信息的重要性 该局面临着无法打国际电话或输入越南语的问题 该局不得不改善与听到英语欢迎信息后 就挂断电话的越南来电者的沟通 受害者的身份是通过指纹、纹身和写在腰带和帽子内部的电话号码来确认的 整个确认过程花了两周零一天的时间 当这39具尸体被命名后 我哭了 BBC 英国埃塞克斯警察成功确认了去年在格雷斯的一个冷藏拖车中 不幸死亡的39名越南人的身份 这个身份确认过程历时两周零一天 涉及一个专家团队将受害者的证据与失踪人口报告进行匹配 该团队不得不克服许多挑战 包括来自越南社区的电话问题和缺乏国际通话能力 受害者年龄在15岁至44岁之间 由于缺乏身份证明文件 他们的姓名最初不为人知 身份确认过程包括匹配衣物 痕迹 疤痕 纹身和珠宝 然后依靠DNA 指纹和牙齿记录等科学证据 成功确认所有受害者的身份 对于团队来说 是一个感人而自豪的时刻 他们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个行动 美国官员表示 建议以色列推迟对加沙地带的入侵 纽约时报 据几名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建议以色列推迟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 希望为人知谈判争取时间 并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 援助抵达被封锁的加沙地带 美国官员还希望有更多时间 准备应对伊朗支持的组织 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发动的袭击 他们表示 一旦以色列全面进入加沙地带 这些袭击很可能会加剧 官员们表示 政府并没有要求以色列这样做 并仍然支持地面入侵 以及以色列根除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的目标 但自从哈马斯在上周五 释放了两名美国妇女以来 快速发展的事件 促使政府更加紧急地建议以色列 允许时间来谈判 释放其他212名人质 官员们说 马尔代夫的新领导人 希望印度军队撤离 BBC 上个月赢得马尔代夫总统选举的穆罕默德 穆伊兹博士要求 印度撤出驻马尔代夫的所有军事人员 这一要求 可能会对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造成压力 马尔代夫历来受到印度的影响 但新当选的总统 倾向于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印度为马尔代夫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援助 并在该国驻扎了军队 印度军队的存在 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批评者认为 他们威胁到该国的主权和安全 阿尔巴内斯终于要进行他的美国之行了 但美国的混乱局势 使这次旅行变得复杂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的美国正式访问 可能会被国会中共和党内部的争斗所掩盖 阿尔巴尼斯原本希望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但由于众议院在选举新议长之前陷入僵局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实现 阿尔巴尼斯的访问还受到中东动荡 和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的担忧的影响 然而 他仍然计划与乔拜登总统会面 并参加为他举行的正式国宴 美国和以色列承诺继续向加沙提供援助 英国独立报 拜登政府正在向以色列施压 要求其推迟计划中的对加沙的地面进攻 因为他们正在努力争取释放 被哈马斯扣押了两周的数十名人质 美国官员敦促以色列等待 原因是人质事件取得了进展 而加沙急需援助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 食品、水、燃料和电力供应日益减少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条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关于三家中国上市公司 使用宾威动物部件作为原料的报道 这些公司被发现在产品中 使用了宾威动物的部分 引发了环境调查机构的关注 这不仅是对宾威动物保护的伤害 也涉及到投资者的责任 这一报道提醒我们 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也需要投资者们 对自己所投资的企业 有更多的了解和监督 接下来是关于埃塞克斯卡车案中 39名遇害者身份确认的报道 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通过纹身 指纹和隐藏的电话号码等多种方式 警方最终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 这一报道告诉我们 科技的进步在行政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 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 再来是关于美国建议以色列 推迟对加沙地带入侵的报道 美国官员认为 这会为人质谈判争取时间 并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更多机会 这一报道显示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 为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马尔代夫的新领导人 要求印度撤出驻马尔代夫的军事人员的消息 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即将进行的美国之行 这些报道展示了国际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全球事务 拓宽我们的视野 最后 美国和以色列承诺继续向加沙提供援助的报道告诉我们 人道主义援助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在危机时刻 让我们一起为加沙的人民祈祷 同时也要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尽可能减少冲突带来的伤害 这些新闻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动态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保护 人权和国际关系等重要议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讨论 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期待与你的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